带来进场的演讲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下一位的是我们红克玄Alex博士 那Alex请问你可以打开你的萤幕吗 OK好先看到你了 好 那我先介绍一下Alex 红克玄博士呢 他今天带来的主题是SARS COVID的vaccine 那他之前呢在5月份的时候 已经有替我们主讲过一部分疫情 疫苗的方面的发展 那今天呢他将会带来呢 另外的演讲 红克玄博士呢 他是Mesa Biotech 蛋白质科学部门的主管 那他带领的是研发团队 以及监管蛋白质酵素的生产过程 以及分子测试的研发 不好意思红克玄博士 不知道我这样翻译还可以吗 OKOK没问题 好的那同时呢 那红博士呢 他也是圣地亚哥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生物博士 那他接下来 他博士后呢 也都是在圣地亚哥这附近做的 所以他已经在这边蛮久的 那我们现在就郑重的欢迎他 那红博士 你现在可以share你的荧幕 可以好 我现在来share荧幕 现在有看到吗 有 有 有啊 OK good OK好 首先谢谢 谢谢Iris 然后也 的介绍 也谢谢 台湾人教授协会男嘉峰会的邀请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呃就是呃武汉肺炎疫苗的研发的现况 好 那我我加瑞讲我今年稍早的时候也有呃给过一次 在呃教授协会与会是演讲 那那次是在次讲呃检验实际 好 那那这次我来讲疫苗 好 刚刚就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话题这样子 OK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非常的严重 可说是可以说是那个呃 呃 哎呃我现在好听到回音呢 是 呃 先把大家都 OK 好 嗯 现在好像好像好多了 OK Good OK 所以现在全球疫情现在是很严重 那整个全世界呢 现在 现在有呃96 million的confirmed case 96 million确诊 然后有1.6 million deaths 好那这个死亡率现在换算是2.3% 好这是算是非常严重的疫情哦 那你可以看到在在这个在这Panel里面 哦现在最严重的其实就是就是我美国哦 好那美国也同时的test很多很多的人哦 我们有啊209 million哦 people got tested 好所以换算positive rate 7.4% 好这还是算是蛮高的 因为呃 理想上就是一个疫情如果如果是说可以获到控制 获得控制的话应该要维持在5% to 3%以下 好所以这就表示说这个美国疫情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没有受到控制 那现在这个看这个数字是更更直观的哈 就是从左到右分别是这个啊 每日的测试数 然后再来是每日的呃 confirmed case确诊数 然后每天啊因为武汉肺炎住院的人 然后每天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人啊 那这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尤其是你看是照这个tie light来看的话 哦 诶对不起可以讲大声一点吗 哦 OK好的 嗯 我看一下 哦 现在这样比较好吗 有没有比较好 有比较大声吗 要好 很好 OK好 OK我把麦克风拿近一点的哈 OK 哦 这这tie light来看来讲是越来越严重 虽然说你看这确诊数 虽然说是因为美国现在做越来越多测试的原因 好 所以我们看就是确诊数当然会越来越高 但是同时 你可以注意到在10月以后 这个住院的人数 跟死亡人数也是一样大幅攀升 所以这表示这不是因为 哦 确诊数增加不是因为是因为就是单纯就是 哦 测试过多 好的bias 而是真的疫情就是那么的严重 哦 哦 那这个数据是前天的12月9号的 那个时候他打破了 这个数据打破了就是 就是呃 单日确诊数 单日住院数 以及单日死亡数 的记录 哦 这是非常惊人的 表示现在费型 疫情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 OK 那那么严重疫情的话 那现在如果我们可以有武汉肺炎疫苗被研发出来来使用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powerful的tour 我们可以stop the pandemic 那在这里 哦 我说这里是一个 immunization program 一个疫苗program的life cycle 从这life cycle 你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疫苗是控制疫情来说是那么重要 首先这红色的线呢是表示说就是跟针对这个传染病他的确诊数 他被感染的数目 那蓝色的线呢是指有多少人有施打疫苗 绿色的线adverse event是指施打疫苗之后得到的一些副作用 或是一些很不好的就是很强烈的副作用这样子 那第一个阶段pre-boxing就是在都没有人有打boxing的阶段 就可以看到这个被感染人数很多 然后是在大流行的阶段 那一旦开始打了疫苗之后 OK 你就可以看到说就是这个 这个开始打疫苗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个病例开始会慢慢的下降下来 好 然后就当你疫苗疫苗施打的的数量增多的话 increasing the boxing color region 就会看到整个 整个确诊数是goes down 所以这整个疫苗的施打数goes up 然后同时你也看到这个副作用 有人有回报副作用例子会增加 但是他到最后会会呈现一个固定的比例 OK 那当他这个大部分人都有施打疫苗之后 这个当你的病例已经下降到某程度之后 这个时候就出现现象就是很多人会掉以轻心了 他就想说这个现在疫情受到控制 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去打 或者是说因为有这些副作用关系 他lost confidence of the vaccine 他觉得打这个疫苗会有副作用 那我还是不要去打好了 那这样会怎么样呢 这样子 当你有很多人决定不打疫苗之后 你的确诊数就会上升 就会造成另外一个outbreak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重新恢复施打疫苗 重新恢复施打疫苗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有效的把这个 在爆发的一波的outbreak压制下来 那这个图是假设在这个疫苗始终有效的情况下 到最后这疾病就会消失 但是这是非常RAR的情形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毒还是会变异的 然后跟这个你这个疫苗接种率有关系 那人们历史上唯一被疫苗消灭的病毒 只有一个就是天花病毒 SIMOPOX 其他的都没有像这现象 那当这个疾病消失之后 你就可以停止 你确定这疾病消失在地球上 像天花病毒那样 那你就可以停止施打这个疫苗program 所以那你看到这个life cycle 你就可以知道说有一个疫苗 对于控制疫情来做是多么的重要 那我们现在 现在全世界研发着武汉肺炎疫苗 它分为这几个不同的形态 从Genetic Vaccines Protein Sub-Uni Vaccines Virus Like Particles Vaccines Viral Vector Vaccines 这四种它是比较新的platform 然后它有传统的就是 life attenuated virus 就是活病毒或减毒病毒 以及whole inactivated virus 它是没有活性的病毒 这两种它是比较传统的病毒 活病毒以及用各种方式 用化学方式 或是用radiation 或是用heat 用热把这病毒杀死 所制成的死病毒的疫苗 这是比较传统的疫苗制作方式 像这两种要制作这种病毒 在传统来说 他们会把病毒打到鸡蛋里面 去养这个病毒 然后再把这个病毒收集起来 制作成疫苗 这是非常传统的制作病毒的方式 现在其实这种方法还是有在使用 虽然说近年来说的话 大部分是会移转到 就是直接用细胞株去养病毒 但是这种方式还是存在的 但是在目前为止 就是获得最高进展的武汉肺炎疫苗 其实是比较新颖的 platform 是genetic vaccine 以及viral vector vaccine 这个genetic vaccine 跟viral vector vaccine 被称为是next generation的vaccine 因为这些是用新的科技 去做疫苗 另外的proteins of unique 它是more conventional 它没有像减毒疫苗 或者是死病毒疫苗 这样子那么老的历史 但是它还是相对来说 是more conventional的approach 首先我要先介绍 这个next generation的vaccine 那在介绍这个vaccine之前 我们先知道说就是OK 在今年1月的时候 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基因 这完整的基因的序列 就已经被公布在这个科学界了 那大家focus就是在这个s-gene 也就是所谓spyc protein 它是病毒的surface glycoprotein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结构的protein 那大部分疫苗 现在都是针对这个s-protein来做 那像刚刚讲的s-protein 就是spyc protein 它是存在于这个病毒的表面 这是一个病毒 这里面是它的基因体 然后这是它的表面 那这是它的表面蛋白 这个就是s-protein 那这s-protein非常重要 它会 它进入你的人体之后 它会去recognize 就是人体细胞的一个receptor叫s-2 它是靠这个spyc protein 去跟这个s-2结合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个抗体 可以针对这个spyc protein 去跟它结合的话 那就可以有效移植这个病毒 进入细胞体内 然后进行进一步的繁殖 所以现在这个疫苗概念 就是他们会用这个spyc protein 这个spyc protein 去当做它的抗原 然后用这个抗原 希望可以去引发 人体内的抗体反应 所以like I say 这个spyc protein 它就是疫苗的target的antigen 那genetic vaccine有分两种 一种是DNA vaccine 一种是messenger error vaccine nRNA 这里先就对一个 就是不是生物背景的朋友 先介绍一下 就是生物界的central dogma 就是你的遗传物质 大部分来说是DNA 尤其是在人像人类 你的遗传物质是DNA 但是DNA它现在人体里面 是经过一个 叫做transcription 转入的步骤 先把你的这个DNA 翻译成messenger RNA 也叫做信息RNA 然后再叫信息RNA 藉由另外一个 转译translation动作 变成protein 所以你要使用 这种genetic vaccine 最后你还是希望 你还是需要 让它在人体内 变成protein 也就是spike protein 这样才能够 引起这个抗体的攻击 这个DNA vaccine 跟messenger RNA 不同的地方在于 DNA 它必须要想办法 把它 带有这spike protein 基因的DNA 送到细胞核里面 去Nucleus 因为只有在细胞核里面 它才可以进行 我刚刚讲的把DNA变成messenger RNA 这个转入的动作 但是messenger RNA 因为它本身就是messenger RNA的 所以它不用送到Nucleus 它只需要送到 这个cytoplasm 这个叫我们叫细胞质的地方 就可以了 它可以在这个地方 进行这个translation 转移的动作 把这messenger RNA变成protein 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这个DNA进去核里面 它会做成messenger RNA 送出来这细胞质里面 然后再借由转移动作 变成spike protein 那spike protein 它可以送出这细胞外 或者是它可以就留在 这细胞表面 那messenger RNA的boxing 它是把messenger RNA送进去 然后就直接做成protein 然后一样就送出去 或者只可以留在细胞表面 那之后呢 这些送出去的spike protein 不是留在细胞表面的protein 它就会被我们的免疫系统 免疫细胞辨认 他们就会发现说 这不是我们人体内本来就有的东西 所以它就会去辨认它们 然后会去攻击它们 那这当这攻击发生 这就表示说 这疫苗已经发生作用了 所以当下次有真的 这个武汉肺炎病毒侵入的时候 这个immun cell 这个免疫细胞 它就会认得这个病毒表面的 这个spike protein 然后它就开始攻击它 但是用messenger RNA来做 做boxing呢 有个缺点像刚刚范博士讲的 就是你Nekids的messenger RNA 如果没有提供任何保护 它是非常脆弱的 它很容易就被这个 是的 你又生又变小了 你的声音又变小了 又变小声了 现在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可以啊 不好意思 那我再尽量讲大声一点 那当这个 如果你只是一个Nekid Messenger RNA的话 你没办法进入 你很难就直接进入这细胞 然后另一方面 像刚范博士讲的 它很脆弱 所以它很容易在外面 就被degrade掉了 就被我们身体的一些效素处理掉了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必须要把这个messenger RNA 用个东西包起来去保护它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leaping nanoparticles 它是一个用一个纸子 做的一个nanoparticles 叫SLMP 它用这个LMP呢 帮助它保护它 然后协助它送进这个细胞里面 然后进行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动作 那现在Messenger RNA vaccine的代表 当然就是这两只我们知道 就是Moderna跟NH合作的这支Messenger RNA1273 还有就是昨天才拿到这个FDA的紧急使用授权 The Pfizer跟BioNTech合作的这一支BNT162 那OK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就是Viral vector vaccine BioNTech合作的概念 它就是它用一个不是武汉肺炎病毒的病毒 然后把它里面的遗传物质挖掉拿走 然后塞进去 就是含有武汉肺炎病毒基因的序列 然后希望这个病毒去感染这个人体 不是感染对不起 希望这个病毒打进去人体之内之后 这个病毒感染了人体细胞之内之后 会把这个基因送进去 然后去复制 然后产生有这段武汉肺炎病毒抗原的蛋白质 达到这个引发免疫反应的效果 那要用来做这种Viral vector vaccine的这些Virus 通常都是很弱的 或者是已经检读过了 所以它不会打进 就算打进人体也不会产生疾病 那这种Virus分两种 一种是replication defective 也就是说这个病毒本身 它是不会复制的 所以这是相对安全 就是打进人体之内 这个病毒它就感染完细胞 然后它就挂了 它不会再进行复制动作 那另外一个是replication competent 就是它进入人体之后还是会继续复制 那当然会有一些安全上的顾虑 但是相对来说 因为它会自己复制 所以它会引起免疫反应的效果会更好 那首先我们来讲讲 就是不能复制的 这些virus vector vaccine的工作原理 在这一类不能复制的病毒的virus vector vaccine里面 一个代表就是Adenovirus Adenovirus它通常只会引起轻微感冒症状 在自然界里面 如果它人体被Adenovirus腺病毒感染的话 那它一样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把S protein SPAC protein就是塞进去 它这病毒里面 然后用它去感染这个细胞 因为Adenovirus是DNA virus 所以它会直接把这个信息送到这个细胞核里面 然后经过两个步骤 然后最后就是做成SPAC protein 然后把这个SPAC protein送到这个细胞表面 然后我们免疫系统就可以去辨认它 然后产生免疫反应 这个类型的疫苗目前的代表 就是由牛津大学跟AstraZeneca合作的这一支 这是疫苗 它是用黑猩猩的Adenovirus作为载体 另外一个就是Johnson Johnson药厂 他们做的这一支 AD26这一支疫苗 然后它就是用人类的Adenovirus做的 现在我们来讲讲说 就是在人体内可以复制这一类的疫苗 用这种的Viral vector代表的病毒 就是VSV Vascular Stomotitis Virus 如果一般人类被这病毒感染 被Wild type这个病毒感染的话 它通常是没有症状 或者是像Adenovirus一样 是轻微的感冒症状这样 跟Adenovirus不一样的地方是 VSV它会把它带的病毒抗原的基因 直接就表现它这个病毒的表面 然后我刚刚讲的 它用Spike塞到它这个RNA Genome里面 VSV它是RNA病毒 它跟Adenovirus不一样 它跟SARS-CoV-2一样是Single Strain RNA病毒 就像刚刚讲的 它就会表现是Bike Protein在它的表面 所以它的免疫反应发生途径 就是它这个病毒感染细胞之后 它就会直接把RNA送到 它这个细胞质塞到Present里面 然后直接就变成了Potein 然后它就会把它送到细胞表面 然后因为这种病毒它本身是可以复制的 所以它可以在人体里面复制很多 产生很多的病毒 吸引很多的免疫细胞过来 就像我之前讲了 像这样子的话 引起的免疫反应就很强大 就很强大 但是当然就像刚刚讲 它也有另外也是有安全性的顾虑 这一类病毒代表作能 是Merc跟Iovi合作的这一支 这支疫苗 不过这支疫苗还在 它还在Face 1的临床试验 所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比较长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 除了Message RNA的疫苗 就是Pfizer那一支 昨天已经拿到了FDA的紧急使用授权 然后它其实也在加拿大 获得正式的approval之外 其他的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被FDA正式核准的记录 因为这些算是相对 相对吸引的platform 所以之前没有什么潜力 一个疫苗制造过程 它需要经过不同时期的临床试验 首先在Preclinical trial部分 它是用animal models 用老鼠 或者像用临场类 像猴子去做 然后才会进入整体试验部分 人影试验Face 1,Face 2,Face 3 你看到它的受试者的数目 是逐步的增加 就是在Face 1 它先看安全性 Face 2 它看就是这疫苗没有效 Face 3就是同时看安全性和效力 因为在Face 3 你这个引弱受试者就非常非常多 像马德拉和Pfizer 他们的受试者在Face 3 都已经到3万4万的程度 3万4万的程度 有这样的数量的受试者 才可以有效的评估这疫苗到底有没有效 以及这疫苗到底还蛮安全 OK 那就在这里是一个在传统上 一个疫苗从研发到被核准使用之后 需要经过哪些步骤 所以它叫做Moxic Life Cycle 你看到在前期的部分 你要先有Basic Research 你要先经过基础科学研究之后 你发现这个方法来做疫苗好像是有用的 然后你开始做刚刚我讲的动物实验 Preclinical Studies 当你在动物实验得到好效果之后 你可以把它送去审核 这时候做一个ind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Application 一个研究用心要审核 送出去 说OK我现在有这些data 然后我希望这个疫苗可以进入临床试验 人人体的临床试验 在ind通过之后 他就就刚刚讲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 在人体的临床试验 然后临床试验结果出来之后 你就会送一个叫BLA Biologics License Application 你说OK 你就跟这个主管机关说 我这个做完了 临床试验做完了 我觉得结果很好 然后FDA就会去review 去审核 然后当FDA通过审核之后 他会把这个审核结果送到一个 跟FDA完全独立的一个panel 一个专家小组panel 叫ACIP Advisor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 当这个跟FDA完全独立的专家小组 review完他的data确认五物之后 如果他觉得说这个data真的非常的好 这个疫苗看起来非常有效 他就会送出他的建议 Recommendation给FDA 将FDA来做最后的决定 要不要正式approve这个疫苗 然后这个疫苗正式approve之后 他就开始进行施打 然后在施打过程中 还是会做很多的post approval monitor 去确认他的安全性以及效力 所以可以看到这整个流程其实非常严谨 但是也是非常冗长的 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危机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办法去afford 要做那么整个那么冗长的流程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看到在上面 就像刚刚讲的traditional way 从一开始设计实验到临床试验 到最后可以大规模量产 需要15年或更长的时间 比如说像轮状病毒 Rothabai's vaccine 它整个研发过程长达26年 这是非常非常长的 那像在critical trial部分 当这个部分就是5到7年就过去了 然后审核也要1到2年 然后前期要2到4年 所以这是整个是一个非常冗长的过程 那像我们现在是处于pandemic mode 所以就是会有一些用 想办法去压缩这个时程 那一个地方有利的地方 是说在前期研究方面 因为之前有专家学者研究过 之前第一代的SARS以及MERS 它的疫苗的研发 所以我们已经有这部分的工作 已经做了 所以我们可以加快前期研发的速度 包括这NL model也是 之前已经有部分人做过了 然后当你RMD送出去之后 在可能有try的部分 你可以做overlap或是combine的face study 比如说把face1、face2结合在一起做 缩短这个时间 就是你不是淘甲波 但是你就是把它放在一起做 这样是可以缩短你需要做的时间 然后就直接进入face3 或者是有的人是把face2跟face3重叠在一起 所以藉由把这clinical trials 这不同阶段的 都放在一起同时做的状况下 去缩短这个临床实验所需要的时间 然后同时在你这个结果 甚至还没有出来之前 你就已经开始量产了 这就是一个用金钱换取时间概念 就是美国政府在这部分 在武汉肺炎疫苗研发部分 它砸了$24 billion 告诉这些药厂疫苗厂说 你们不用担心成本的问题 这些钱我们包了 你就是马上去做 然后结果不知道 你就可以马上量产没有关系 就马上做 因为这是这样的做法 才能保证说 到最后这个临床实验结果出来 如果证明这疫苗有效 我们马上就有数百万的剂量可以施打 然后他现在review也是非常快 就是像是那个 像我们看到Pfizer的疫苗 他也是用非常短时间 就被审核通过了 这个中间有个小技巧 就是他可能是用rolling review 就是说像范博士刚刚讲的 就是你双盲实验很多都是到最后 在临床实验结果到最后 才用全部解盲来看 那他不是 他用rolling review 就是说他中期结果出来了 他就可以马上review中期结果的部分 但就是不用等到最后整个page出来 再去review 评估它的效能 这样子 所以这样可以有效 这个是特朗普 基本上是整个全世界都是这样 像英国也是 因为像其实Pfizer那一支疫苗 在英国他获得EUA的速度 其实比美国还要快 他在月初 这个月月初就达到了 他们也是用同样的 的这种方式去做 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了 你一定是要这样做 因为现在疫情实在太恐怖了 Alex 不好意思我停止一下 我们还剩下10分钟 所以你看看 要不要等一等就进入QA 谢谢 OK 好 没问题 好 好 那 我大概再讲个5分钟好了 然后这是我们的现况 现况 这个 这个 得到在全世界得到approved 只有两支而已 好 那其他都还在Face 1 Face 3的阶段 好 然后这边有一些5支是limited use but since the earlier limited use 就是 那其实事业还没有做完 他已经在用了 这又中国几支是这个样子 好 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Pfizer 他已经在 在加拿大获得正式approval 然后中国这一支 在EUAE 在阿拉伯雷克大公国 已经得到正式的审核的通过 那其他的这些 都是全部都在三期的试验 那Moderna下礼拜也要审了 在美国也要审了 应该也是没有问题会通过 这只是疫苗是目前领先群 OK 这个我可以跳过 没有关系 这三支是 目前来说 Fizer他已经 拿EUA了 然后Moderna跟 AstraZeneca这两支 之后预期也是会拿EUA OK 那你疫苗已经发出来 其实这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挑战 就是你要怎么把 这个疫苗送到 需要的人身上 就是你要知道 哪些族群是 需要优先施打 因为开始疫苗量一定不多 所以你会指定右线施打的族群线 然后你要确定你有足够计量 然后你要怎么去从工厂 送到 送到Distributor 然后送到各轴 然后送到施打的地方 然后另外你要去评估 继续评估它的安全性效力 然后还要打第二季的部分 有一些疫苗是需要打第二季的 所以这整个过程其实是有很多挑战 然后你要持续的去monitor这个过程 这部分我可以先跳过没关系 就是说这个Distribution 它需要有不同的Face 1、Face 2、Face 3 针对你这个疫苗量的多寡来做出调整 你看这个Culloff这里 在这里预估你已经达到660M的DOS 你已经有那么多的计量了 因为全美的总人数就是差不多330M 所以表示当你有这个计量的时候 你就可以至少每个人都会打到两季 因为有的疫苗需要打两季 OK good 好 那外来怎么prioritize Face 1、Face 2、Face 3 每个地方政府会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基本上Face 1就是有Face 1、B Face 1、A、Face 1、B、Face 1、C 第一个首先要施打的就是 Health Care Personnel 第一线医护人员 以及Long-Term Care Facility Residence 老人中心的住户 以及其实还有Staff也要打 然后EB就是Essential Workers 就是比如说K-12的Teacher 然后警察、消防员这些很重要的人 他们要先打 因为他们没办法afford 就是这些人被感染之后 万一要隔离或怎么样 然后这些人没办法工作 然后接下来EC就是有 High Risk Medical Condition 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以及就是老人 然后当这些人被满足了之后 施打之后 才进入Face 2、Face 3 去打小孩、年轻人 然后到最后才会打 就是说都可以自由去施打这样子 其实EA选定Health Care Personnel 以及Long-Term Care Facility Residence 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11月底 已经有24万的Confirm Case 是这医护人员 所以这其实蛮多医护人员是被感染的 那这个感染会造成 他们刚刚讲的 他们被困扰 然后将造成医疗系统更大负担 Long-Cell Facility 他们全面40%的死亡病例 是来自Long-Cell Facility Residence 所以跟staff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大部分死人都是这些在 安养中心的老人 所以这部分当然他也需要优先施打这样子 那这是distribution的流程 政府已经有规划出一个针对 目前像Pfizer跟Moderna 因为他们需要抠劝 因为他们需要 Pfizer的疫苗需要MAS-70的冷藏 Moderna需要MAS-70 所以他需要缜密的 整个distribution的计划 然后他确保说这疫苗可以经由直接运送 或者经由distributor去送到我们需要人身上 这个部分我跳过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图 就是目前有多少国家已经有先reserve疫苗了 你看到加拿大跟澳洲和英国 他们三个基本上是超前部署 他们买的疫苗量已经远超过他们的population了 美国跟其他欧洲国家是在第二季 台湾跟COVID签约 它覆盖率到50% 也就是台湾一半的人是有办法打到疫苗的 这是US目前reserve的 他就是跟这几家药厂 reserve这是计量的计量数 OK所以final message 当这个box vaccine出来 当你已经符合资格可以施打的时候 你就去打吧 因为box vaccine是非常重要的 对疫苗对于控制疫情非常重要的 疫苗这个东西是越多人打才越有效果 基本上你的接种率又达到70% 才可以有效抑制疫苗 所以我希望所有人当你符合疫苗施打资格的时候 你都应该去施打 这样不只是保护自己 是保护别人 但是你要让生活完全恢复到疫情发生之前 除了疫苗之外 你其他事还是要去做 你要戴口罩 你要保持社交距离 你要亲洗手 这些都还是要去做 当所有人都这样执行的时候 比如说像台湾就是这样子 他有办法保证这个疫情 真的是可以受到完整的控制 OK那我有今天这个演讲要讲到这里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发问这样谢谢 谢谢洪博士 那就是请大家有问题的可以自己打开麦克风 Alex 你好 我是曹博士 然后我是在开诊的医生 你好 我是有联统的经验 是 很谢谢你一场的演讲 我们开诊的医生大概下个礼拜就有的医生可以打了 你讲的普通就是说 你的医生也要看医生 就是如果是在医生 就是在医生 还是说在医生先打 是 像我这家的医生我就软一点打 嗯嗯嗯 然后自己的疫情就是 我现在每天大概有三后五个病人 是COVID-19 所以真的是非常严重 那我的医生很坏 就是说 那个疫苗不太错 然后那个价钱不一样 那他是怎么去决定说 哦中央的中央的 那那个好像是Final的很贵 那不得了就是一开始便宜 那那一开始就在人家 这时候 就是为我 像我听说在美国拿医生这种钱 但是我这个官员 就不知道那个疫苗的价钱怎么算 对这基本上疫苗的价钱是有两个的决定因素 第一个是政府花多少钱去补助你的量产 因为我们知道像Moderna 他拿了美国政府2.3 billion的钱 里面包括就是量产的部分 然后这个部分就是你从政府拿多少钱 再加上就是疫苗厂药厂本身决定 你要用多少的价钱 就这结合这两个因素去考虑的 然后第三个因素是 第三个因素是 其实他第三个因素就是 目前为止你已经有多少的预约订单 这也是一个考量 像如果你有加入COVID program的 这是一个世卫他的疫苗计划的 他是允许 在这个计划里面 他会让比较有钱的国家 可以用比较高的价钱去lockdown 你可以买到疫苗数 然后让比较贫穷的国家 用比较低的价钱去买 所以是中了这几个因素 然后来决定说 最后你这疫苗的售价是多少 这个样子 好 谢谢 Alex 我是郭婷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已经 欧洲用的疫苗 那个温度 要非常的低 对 Moderna好像不需要那么低的温度 对 那是哪一个比较安全 这个送的过程当中 什么等等 如果说中间有一段温度 没有那么低的话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那个MRNA 它是到底带什么样的message 到那个cell里面 cell复制 来产生抗体 是的 这是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对 没有错 就是因为Pfizer跟Moderna疫苗 都是messenger RNA base的 所以它先天上就是需要 比较冷的储存条件 去防止messenger RNA被degrade 那Pfizer尤其需要messenger RNA 所以在distribution过程中 你如何是维持你的coachain 就是确保说在运送过程中 完全都是在非常冷的状态之下 去保持你这个疫苗的品质 那Pfizer针对这个 它有设计一个专用的运输盒 它确保你的messenger在这运输盒里面 一定会维持到那个温度 它就是设计的这个盒子 然后当然包括运送 包括你这个储藏 这些都是需要一连串的配套 去确保这个coachain 它是被完整的执行 所以在这部分当然就是 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相信因为大家都 因为大部分都已经知道说 这个储存条件运送条件是需要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应该也是有做先期的准备 这样子 尤其像Pfizer 它之前在英国已经先拿到 使用授权了 所以大家大概也都知道怎么做 但是要怎么确实去执行 确实是一个关键 所以在它不同运送过程中 它会有monitor 去monitor说你这个东西 它现在温度是多少 它会需要一个monitor 然后最好是一个autolog的equipment 来看你有没有temperature fluctuation 就确保你这个病毒的品质 这样子 第二个问题是 因为它messenger还在送到细胞里面 因为人体细胞里面 本来就有可以把messengerRNA 转成蛋白质的机制在里面了 所以大家已经可以把安全的 把这含有这个病毒 spy protein基因的messengerRNA的资讯 送进去之后 它只要它有办法送进去 它就有办法在细胞里面 把它转成蛋白质 然后送出去这个样子 所以它简单讲 它是运用细胞本身的机制去做 好谢谢 我是那个林霞 那我两个问题请教你 我们那个spy protein的messengerRNA 打到细胞里面 它是合成的 还是直接从那个virus里面拿一段出来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像刚刚范博士讲的说messengerRNA不稠定 进去它hard live很短 那如果说messengerRNA币细胞清除掉以后 那怎么会产生 OK后半那我比较没听到 但是我想 我老婆意思 按到基因了 OK没关系 但是我想应该就是这两个问题 先回答说就是messengerRNA不稠定的问题 没有错 messengerRNA它是非常非常不stable 所以像我刚刚讲的 你必须像一个东西把它保护它 那东西叫做lipping nanoparticles LMP 你要把这个东西把messengerRNA送到这个东西 把它包起来保护它 让它不要被degrade掉 这样就可以保证在人体之内的 the half-life会增加很多 OK所以这可以保护它直到它为止 空气细胞就比较不用担心了 所以LMP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现在要量产 其实量产messengerRNA本身不是问题 因为这就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它是用这个病毒基因的序列去设计 合成用化学反应去合成messengerRNA 这个可以大量的 这个skill up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把它包起来保护那个东西LMP 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当messengerRNA要量产的时候 它包扫那个或是在大大 large scale去生产这LMP 而不是messengerRNA本身这样子 那继续这个问题 就是我第二个问题 像现在有那个什么 用plasma的antibody来treat这个patient 那如果说我是那个 他抽我的plasma出去 那我身体的antibody会不会减少 还是我身体还会继续制造antibody 你的身体会继续制造 所以不需要担心这个 那你刚刚讲的那是covalescence plasma treatment 这是称为被动免疫 也就是你把它抽出来 然后把这抗体直接打到别人的身体里面去治疗 但是这种方式并不会像疫苗那样 让这个被打的人里面自动产生抗体 它是把别人抗体打进去 这是一种被动免疫的概念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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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一个问题 好 不好意思我们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了 谢谢 哈啰 我可以问一下 OK 我那个是想了解一下 那个这个量产跟这个品质的改善怎么样 我想做研究的 那个condition 那个不管是生物医学的研究 或者是你那个工业产品 有1.1 1.2 那他现在做的这个原则虽然不错 他一下子做一亿剂 那如果说他们又发现说 there is something you can do to improve 或者improve efficiency 或reduce那个danger 那这个时候你这个1亿剂已经发出去了 他们这种怎么配合呢 像这种情况 一般来说以我判断 他会再送一次EUA 他会再送一次紧急使用授权 去expand 应该是说 比如说你本来的这个formulation 这种做法 你已经拿到紧急使用授权了 对不对 但是之后你发现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再送一次precation 跟他说 ok我现在发现更好的方法 我希望去expand 我本来已经送的紧急使用授权 我要再加东西进去 我要把这个新的formulation的加进去 你是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加进去之后 FDA他会再继续一次审核 他审核通过之后 他就会更新你的紧急使用授权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做了 然后就可以继续做更多的疫苗送出去 那你本来已经做好了那些 就是看决定 你要不要继续再打那些吗 那些要不继续打 如果说他没有其他的副作用 只是说你现在做出来更好 那你可以去评估 因为比如说像现在在FACE1 你疫苗量根本已经不够了吗 所以如果在FACE1这种情况之下 我算是他还是会继续把那些打完再说 好谢谢Alex Alex我们这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是那个观众 安的他打在chat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那看看有没有办法快速回答一下 是的 OK第一个关于这个疫苗效力 可以维持多久 目前为止就三期临床试验来说 我们知道这个效力 可以至少维持两到三个月 因为三期做完 差不多两个月时间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他至少可以维持两到三个月 但是可以再维持多久 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 现在就算疫苗开始打了之后 你还是要继续收集这些data 去分析它的效力 像我们才能知道说 它的效力可以维持多久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对 对没错病毒会变异 没有错 所以会有一个情况是 当你的变异的某程度 已经你的genetic information的drift 已经达到 就是你这个疫苗 没办法cover部分的话 那这疫苗就没有效了 但是不过 幸运的是在coronavirus这个部分来说 照目前专家学者判断来说 它应该不太可能像 这个flow流感的病毒那样子 变异的速度那么快 然后流感的病毒 可以说是每分每秒都在变异 但是coronavirus从今天一月到现在来看的话 如果你针对spike protein来做vaccine的话 应该变异的机会 就是变异到你疫苗没有效 的这种情况 是会比较少的 或者是说你会在 施打过一段较长时间之后 才会看到这种现象 所以在现阶段 我是觉得不太需要担心 好 非常谢谢Alex今天 我能不能加一句 Chris 我能不能加一句 讲到这可以last多久 有一个 有一个你们有知道那个 SARS 我想Alex讲的SARS 2003年的时候 他们现在发现SARS得到的人 现在还有T cell 才可以测得出来 表示它last很久 另外一个我比较对messenger 就是说这两个比较有兴趣的时候 因为他们在第二个废时候就发现 它不是只是induce antibody 他的那T cell也增加很多 T cell很多 T cell是很重要的 T cell是在我们免疫系统很重要 你假如有T cell的话 T cell叫做memory cell 就是会记得啦 会记得的话就会last很久 所以这个跟SARS很像 假如SARS能last二十几年 十几年哦 快二十年了 十七年 这个也会last 希望这样子 对这个时候 Krissy讲的很好 没有错 因为疫苗最终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引发 这种immunological memory 当你有memory的T cell 跟B cell存在的情况之下 你的疫苗效率 就可以维持很久 嗯 OK OK 安德鑫子 我也快去想 蔡先生不是说B cell 我说实在是T cell 好 D cell 谢谢大家 也被